佛恩寺举办御佛法会 同时和家福中心合作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与佛法结缘 今年屏东佛恩寺御佛法会 与家福中心合作 和弱势的家庭结缘 期许更多人能够连上与佛法接触的姻缘 那今年佛恩寺的御佛呢 最主要呢 就是跟南部的家福中心呢 配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比较弱势的族群 或许呢 可能是家境比较平寒一点 或许可能呢 家境上呢 父母亲可能因为职业 或者是身体的关系 可能工作上比较不如意 所以往往呢 有很多比较弱势的族群的产生 那我们这一次的御佛 跟家福中心这边配合 就是呢 请了家福中心这边有登记在岸的这些的小朋友 跟他的家长一共有八百多位 一起来佛恩寺参加御佛 然后我们提供了这些小朋友们的助学金 也提供了一些的米 寿陶 便当 都跟他们结缘 希望对他们呢 能够有一点点微薄的帮助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让他们有接近佛法 接近佛教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妙法莲华经》里面说 一称南魔佛 皆共成佛道 《妙法莲华经》说 一称南魔佛 皆共成佛道 佛恩寺将佛恩与慈悲 传播给更广大的众生 期许大众未来都有人成佛的姻缘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平东采访报导